海巡署的雷達在昨天早上9點多的時候 在淡水外海六里發現了一部可疑的船舶 那之後這艘船還直接進入淡水河 並且是在淡水的渡船碼頭跟交通船發生了擦撞 那海巡署到場來查氣 就發現這是一名中國的偷渡客 馬上帶你來關心海巡署最新說明 昨日上午海巡署北部分屬於淡水外六海里 發現可疑目標及全程監控掌握 令第三巡防區亦接獲民眾118通報 立即派遠於第一時間抵達現場 當場逮捕一名陸籍人士 並扣留一艘陸籍小船 9日本署人員完成筆錄製作 並移送地檢署由檢察官裁定收容 全案客由地檢署及本署积籍偵辦 這名年約60歲的軟性男子 他就聲稱在中國的時候 利用通訊軟體來發布 不利於中國的言論被限制出境 那他才會謀生要偷渡出境的念頭 來台灣是想要投奔自由 不過檢察官赴訓之後 是依照入出國還有移民法 將這名男子呢 是以往了這個移民署的真情 對現在已經收容 後續要繼續的來調查 釐清來台動機 在哪裡 再稍微